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个非常旧的题目 就是MH370 什么叫MH370呢 就是马来西亚的那架航空公司的飞机 这架飞机已经失去了四年多了 上面的279个人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那大家说你今天把这个题目挑出来重新讲 这个有什么道理呢 那我首先是想讲 这个整个故事的我想出来要讲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礼拜 马来西亚政府是同意一家美国的公司 叫做Ocean Infinity 叫做海洋有限公司 让他们重新启动去打牢 那这件事情呢 大家说这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 因为我们说这个事情当时的主要国家 像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是中国 还有澳大利亚啊 他们都在印度洋进行了大范围的长时间的这个打牢 那么最后证明是没有的 然后呢纷纷都放弃了这个打牢 那到底那为什么现在又要启动这个打牢呢 我想这个事情恐怕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心结 因为在现代的这个民航管理的这个条件之下 一家这么巨大的坐了接近三百人的飞机 在荧幕上突然间不见了 并且掉下去以后任何痕迹都没有了 始终是一个谜 好像人的历史上在近二三十年以来 这种掉到一点痕迹都没有的飞机 这是好像是独此一次 当然有些飞机不见了 但是过了不久能够找到一些痕迹 你这个不是像潜水艇 潜水艇你在很深的海沟里面潜下去了就不见了 那倒是有可能因为海太深 但是一架飞机你在空中飞行了这么好几个钟头 然后不见了 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可以说是零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其实是有一些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的 我们知道这个早在2015年 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助理国务卿 助理国务卿等于是一个副外交部长吧 美国叫做助理国务卿 这个助理国务卿的名字叫 皮卡尼克 皮卡尼克 Steve Pickernick 这个Steve Pickernick就讲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飞机是被阴谋 劫 这个话是出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助理国务卿 他已经退休下去了 但是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 让人大家有些目瞪口呆 那么这件事情 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人的所谓的阴谋论 还都是围绕着这个皮斯尼克的这个讲话 那这个讲话 他讲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个话呢就讲到说 美国在阿富汗 有这个军事打击行动 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 塔利班是集军组织 那么其中呢有一架 美国最先进的无人高空的飞机 这架飞机呢 里面有最机密的美国的这个高精准打击 和高精准的控制的设备 这种设备呢 好像是美国独家有的 现在很多国家都有了这种高空无人侦炸机 但是从技术来讲 美国最成熟也最发达 2015年 2014年 有一架这样的无人侦炸机呢 是坠落在阿富汗的境内 这飞机掉下来了 掉下来以后呢 这个就给塔利班 也就是阿富汗境内的这个激进分子 就把这个残害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残害以后呢 它当然整架飞机很大 大家知道这种无人高空无人侦炸机 它的两边的翼展都是几十米的 这是非常大的一架飞机 它可以持续飞几十个小时 那么他们就把这个飞机里面的 那个核心的部分 也就是里面高级的遥控控制的部分 就把它卸下来 就把它这个拿下来了 拿下来以后 通过七转八转的各种关系 就把这个遥控系统呢 就转到了马来西亚的首都 吉隆坡 至于怎么转过去 从阿富汗到马来西亚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按这个普兹尼克的讲话 就是这么转过去的 等到这架 这个包裹美国知道 因为美国知道 这架飞机掉了 当然美国这个 再派另外一架无人高空振扎机去找 这架被 塔利班拿到的无人振扎机的时候 这个已经发现 他们把这个飞机肢解了 也就把它解体了 而里面的核心的遥控部分 已经没有了 当然美国就马上 去追查它 可能这个精准部分里面有这个 可以被卫星追踪到的部分 那就追踪到这个吉隆坡 马来西亚 那么发现呢 这一包东西呢 就已经放进了 这架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 飞机的货舱里面 是用一个很普通的包裹 装着 这个 这个 MH370 这个航班里面 那么就运走了 美国怎么样 也不能让这个 最秘密的遥控的武器 落到中国的手上 这个就是一个说法了 因为美国记得 当年在科索沃 在南斯拉夫兽 是用了三发精准的 这个导弹去打 这个中国的大使馆 那个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大使馆办 在那里被击落的 一架美国的 无人的 一架隐形的轰炸机 的残骸 运到了中国大使馆里面 这是说法 所以美国呢 是不顾世界的 一切条约 就要把这个炸掉 那么可惜呢 这个 它在炸的过程里面 死了很多人 不用说 并且它有一枚 这个精准的 这个导弹 没有爆炸 所以这个残骸 还是运走了 那么这个 其中也就是一个 要把这架无人飞机 从马来西亚 运到中国去 那么所以 据说 美国的高级情报机构 和以色列的高级情报机构 合作 就把这家MH370 把它劫持了 至于怎么劫持 不知道 可能呢 就是 据很多说法 就是用一个遥控系统 把这家飞机调动 然后呢 在这个 氧气系统里面 打建立这些麻醉器 所以整个飞机是在 没有人驾驶的情况下 通过遥控系统 把它飞到了 美国迪格加西亚 印度洋当中的 军事基地 把这个秘密的东西卸下 然后呢 再遥控操纵 让这架飞机 在一个非常 没有办法找到的 一个地方 把它坠落 这是整个阴谋论的 这个核心 这个阴谋论呢 我是看了太多的描述 当然也有一种描述 说这些人都没死 可能都被关在 一个什么地方 等等吧 那么 但是呢 这些国家 都去查中国 里面因为这个 里面80%的 这个乘客 都是中国人 那么 也有些说 这里面 有些甚至就是 技术专家 这也有一些说法 那么 这都猜不定 但是刚才我说 这个阴谋论 这个Steve所提供的 这个 2015年的 这个阴谋论 是最引人注意 那么也能够解释的 比较清楚 因为 按照美国的 这个全球的 这个对军事 目标的 这个 动向来看 应该说 所有的飞机的 移动 它都应该 记录在案 就算美国倒不可能出 这么初级的错误 一架这么巨大的 装了300人的飞机 飞这么远 你居然一点都没发觉 但是大家看 整个调查过程里面 美国是表现得 非常的不积极 那个也不是 好像我找不到 就找不到 大家 好像主要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 没有什么能力的一个国家 那么剩下的 就是中国去找 但中国 这个茫茫大海 又没有任何的 这个提示 你到哪去找呢 就找不到 所以这件事情呢 从逻辑上来说 是这样 当然这件事情 一直就按下来了 但是家属们闹 但家属们闹 也没有什么用 但是一直到了 1月份 就是2018年的 元月份 这个马来西亚政府 突然间宣布 是聘用了美国的 这家公司 叫做Ocean Infinity 海洋无限公司 去打牢 这家公司是用 深海的 无人侦查的方式 在印度洋的指定的一个 大概20万平方公里的海床里面做调查 这个前提呢 是不花钱 马来西亚方面跟他签订的合同 就是说 如果找到了 给这个公司7000万美元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就是一分钱不给 所以呢 这就是使得这个事情 可以进行下去 所以这个Ocean Infinity的公司 现在已经开始在印度洋部署 开始寻找 至于他怎么找的话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又重新点燃了 我们很多人心目中 对于这架 四连的MH370的 这架飞机的 很多的 这个兴趣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